上期视频无需多言 翻车国王泪流满面 自己翻车这还不算 两名士兵接连被砍 如果你说真是够惨 我只能说这还没完 翻车这事不算什么 既然交战伤亡令算 咱就说说受人不弱 根据传说绿宝石朵 可是最后一颗没躲 单说这事确实窝火 可是我也真没有辙 回家之后发与士兵 钻石场地全都抚摸 出门碰上小圆独叫 这个战斗力有点难搞 冤毒骑士钻石场枪 这身打扮有模有样 但是你别跟我硬刚 因为我是翻车国王 刚刚简单总结了一下 回看历史展望未来 我的士兵拿上了 全新的附魔作制场景 必须要进行一番演练 可是你们也都看见 这个小小的冤毒叫 他并不好惹 就这波对战才不得不说 我翻车国王一打二 还多多少少有点困难 但是正所谓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箱子苦寒来 磨练士兵门门机要逆境而生 废话不得说 放出我的士兵 大战冤毒叫 啥意思 玩消失呢 这个地方好像不是个据点 我怎么看得像是个教堂 正如你们所见 这个地方也没有别的士兵 是有四名冤毒骑士看守 而且刚才还被我解决了两名 那这样一来的话 咱该说不说 有点不太够我打 怪不得这个冤毒骑士这么难打 原来都是精明强将啊 还顺利 剩下的两名冤毒骑士 也被我们解决掉 然后兄弟们啊 咱们看这里 到了雪地这个地方 就会凭空刷新出这么一种生物 它的名字叫 冰封幽灵 外观跟丽雅人 相似度99.9% 那这个家伙 最恶心的是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你一旦被他命中 行动迟缓 身体僵硬 就连大跳都跳不了 不过好症呢 这玩意不是特别的厉害 咱兄弟们游玩的时候 注意一下就OK了 那么咱就说 既然刚才那个冤毒 就要这么不给力 没有关系兄弟们 旁边还有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是女巫灾星 这个句点呢 不是很大 但是建造的比较别致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把这里拿下 说实陈那是块 我是一刻不能等待 胖胖射了几箭以后 我手持钻石大剑 立马参与战斗 参与战斗 我才发现 这个不是女巫灾星啊 兄弟们 这是我们的死对头守卫者呀 上次大战守卫者 四名士兵全都蛇 光杆司令就剩我 难过一休很上火 今天再战守卫者 有句俗话这么说 不争馒头争口气 今天看我 玩爆你 我这砍了半天大门 我才发现外面有个开关 咱就说 那个大门一打开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模样 我乱起宝剑 迎面就上 这钻石大剑的威力 兄弟们说 怎么样 守卫者领主 居然被我一剑拿下 现在我很误会 钻石大剑 早就该提前安排上 很快啊 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兄弟们 这一楼的守卫者 全部都被我们拿下 稍微再看一下 士兵的血量 风力骨和生命鸡犬 那果然是YYDS 去你的小叉叉 随后我就来到了楼上 这个守卫者的据点 可能没有上个守卫者 据点的士兵多 我就一顿操作猛如虎 真的兄弟们 手拿马枪啊 可是我的这帮士兵啊 咋怎么说呢 怎么就这么傻 说跳下就跳下 这个操作我真的是 相当无语啊 还是那句话 别跟AI生气 跟他们生气的话 我能把自己气死 就这样很快啊 您猜怎么着 拿下了冤毒 叫战胜的守卫者 这旁边居然还有一个女巫灾星 我郭士兵显然没打爽啊 没办法 继续战斗吧 这个地方我这一看啊 应该也不算是个部落 我看上是个教堂啊 哎 什么声音 女巫灾星大师 生命之七十 要不我就说呀 这女巫灾星啊 实在是太虚 你都大师级别了 你还拿一把金剑 来吧 去屋里看看 看看这屋里的陈舍兄弟们啊 这要不是个教堂 那就怪了事了 女巫灾星僧侣 还有这个小修女 我是都不会放过的 啥情况 这怎么还有人放案件呢 我这抬头一看好家伙呀 原来还有埋伏啊 索性我就直接干到楼顶嘛 女巫灾星小少兵 那你该说不说 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今日一天 三场大战 原毒守卫 女巫灾星 啥也别说了 今天绝对是 嚣张的一天呀 次日上午翻车国王带上翘翅 正在物色目标的时候 我又发现了这个亚瑟大雕像 此时此刻 我什么装备啊 一品覆魔钻战套装 外加一把钻石大剑 防御还有钻石盾牌 那么怎么说 如果带领士兵打 不是全军覆没 就是全军覆没 所以我决定 自己盘一盘 那这一战怎么说呢 也算是再次大战 受人部落吧 首先 拼天后的弓箭兵 先给他清理一下 然后呢 亚瑟雕像头部内部的士兵 再给他清一清 毕竟今天我是孤军奋战 要想拿下这里 不玩的策略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亚瑟雕像 我就不多说了啊 这里可有一个大主宰啊 血量高达150克行 差不多了 现在拿出 咱们刚刚得到这个 活塞魔杖 这个玩意儿可是个神器 随便不落地下 这方块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还是一顿射 射完以后 我们再看这 这亚瑟雕像 没这么简单 兄弟们 哎 刚才我好像是我说错了呀 这里的士兵不是兽人部落 这是蛮人部落呀 还是那句话 你就拿了一把小师傅 拿了一个小木盾盆 你怎么跟我斗 连我这个火箭附加 你都扛不住 正所谓 亲贼先亲王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战斗 这个所谓的蛮人小boss 他就出现了兄弟们 他的名字 依然凶悍 恶魔魔王 手持一把钻石剑 个头挺大 还不算 框框看我好几件 感觉没啥 还挺舒坦 是我装备太强 还是恶魔魔王太弱呀 兄弟们 就这你怎么跟我斗 本来我是想远程攻击 使用毒液 但现在一看啊 根本就不需要了 虽然他的攻击频率比较高 但是我的钻石盾牌 也不是吃素的 你一件我一件 咱俩看谁先完蛋 拿来吧你 兄弟们怎么说 我这血量也很危险啊 幸好我的钻石 大件伤害比较高 就这样解决掉 恶魔魔王以后 我算成功打入了敌人内部 本来我还是想猥琐发育 站在楼梯上射他们几下子 可是不曾想这蛮人士兵 还是有点东西的 一剑就把我射了下来 但是问题不大 中所周知啊 翻车官王我是最会玩剑和玩剑 不管你是剑还是剑 我都玩的有模有样 所以很快啊 这里的士兵又被我解决了 那目前这个地方呢 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就顺着下面这个楼梯 一直往下杀 杀到地面为止 这个蛮人部落就被我拿下了 行了 既然目标就明确了 那我们就开始战斗吧 蛮人头领 手拿一把大闸刀 左手还有大盾牌 他们先给我来了一个两面夹击 这一夹击让我多少有点抽搐啊 瞬间就让我有了一种 两拳男第四手的感觉 此时此刻你们注意我的 血量兄弟们啊 两颗半的心 你说我不跑 我跟他们打 近战有闸刀 远处有弓箭 我想爬梯子 我还没上去 不得不说我确实是有点慌了 刚爬上去又被砍下来了 血量还剩一颗半 这种情况怎么办 人生自古谁不死 鼓来征战几人回啊 当时我说实话 我真就豁出去了 我只能往这里跑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想到 这个地方还真是一条出路 由于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先要 我利用地形的优势 与敌人拉开距离 这个时候赶紧的吃块牛排 压压精 不得不说这牛排一吃上 我就站起来了 蛮人萨满 给我去死 还剩一个糟老头的 你也给我滚下去 想要拿下我翻车过往 没门 咱就说这个蛮人士兵的胳膊 为什么这么差 本来我站在方块上 就想搞包小偷袭 好家伙 这完蛋了兄弟们 这个亚瑟大雕像的结构 我再清楚不过了 在每一层的这个空地上 必然会刷新两名蛮人战士 完了 这一边凶多吉少了 屁股后面有人追着 前面还有人挡路 看我的血量三颗星完蛋了 但是好像我得优了兄弟们 就这 我翻车国王居然可以死里逃生 十几个蛮人战士追我都打不死我 看来想要拿下这个亚瑟雕像 还是有点困难的 兄弟们 啥子别说了 本期视频也差不多了 至于能不能拿下这个亚瑟雕像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吗 拜拜